翻开史书,在姓氏上面有怪癖的皇帝太多了,因为他们的变态,让封建帝王的后宫里诞生了丰富的银艳故事。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历史上最荒淫的十大皇帝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历代皇帝怪癖不少,流场的怪癖有显特殊,比如他在朝中用人,必须把人家先给淹了再说,因为这原因,当时的男汉几乎成了太监之国,他好淫,还喜欢洋妞。 有一次他看上街头的一个波斯女人,此女封艳善淫。 且懂房中树,很得他的宠爱,称之魅珠,魅珠又从宫里找了九个同样淫荡的女人,供他玩乐,总称为十魅女,流场生性残暴,一大嗜好,是爱看男女性交的场面。 且人越多越好,他找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无赖进宫,与宫中的女孩子一到,衣服全部脱光,一块乱胶,他与魅珠在一边看,银杏大起,如男的把女的搞败了。 就有赏赐,如果男的被女的弄输了,后果严重了,流场会骂那男人没用,轻则淹了,重则被烧煮包踢为豹子,惨不忍赌啊。 后宫家历三千,也未必能满足一个男人的淫念。 历史上喜欢嫖女人的皇帝不少,如唐宪宗李响,对青楼女独有情忠,宋徽宗对当时铭记李诗诗十分爱怜,明武宗也经常带着手下到宫外乱搞,但搞到最后把自己的命也搞掉的,却只有清朝的同志皇帝载纯。 相对来说,清朝皇帝在女色上面的过失并不突出,并不如前几朝那般荒淫,但因为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和境外文明的影响,清朝皇帝在姓氏上面还是自由散漫的。 载纯的皇后是阿鲁特氏,但慈禧太后却不想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夫妻生活。 照姓别的妃子又受阻,于是载纯常常与太监周道英夜出宫门,到南城一带娼妓出没的地方寻乐,在姚姐身上寻求安慰,往往瞟到天亮才悄悄回宫。 最后染上了性病,下体生疮化农,俗称花柳病,后人根据当时的记录,认定是没毒。 此事在中国封建帝王史上算是一大丑闻了,其是啊,皇帝嫖娼得性病。 在历代帝王中,好女色居多,但也有不少皇帝特好男色,蓄养男宠。 在汉朝皇帝中,同性恋是最为普遍的现象,从汉高祖刘邦开始,几乎每个皇帝都把男宠作为性爱对象。 其中以汉哀帝为罪,中国人对同性恋有分逃,断秀之说。 断秀就是出自哀帝与董贤的同性恋,一天哀帝醒来,董还在睡着,哀帝衣衫压在他身下。 不忍弄醒他,竟然从床头拿出刀,将衣袖割断,悄悄下床。 断秀一说由此而来,因为这时,埃帝的不少公妃竞相效仿,以断秀为时尚,欲讨刘欣青睐,埃帝与董贤的同性恋之情很深。 爱得死去活来,有一次竟然要把皇位传给董贤,大臣为之惊讶,看来刘欣变态到了顶点,脑子也变坏了。 附带说一下,董贤也不是一个好货色,她有一个妹妹,与她长得差不多,为讨哀帝的欢喜,也送给了刘欣。 哪知哀帝一夜钟情,这女子在床上很会服侍人,第二天,刘欣即封她为昭仪,地位仅次于皇后。 自古帝王多银棍,古代帝王拥有数之不尽的后妃与宫女,无非为了发泄淫欲。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把从六国掠来的上万名宫人,女乐据为己有,大修宫侍以婿女作乐。 汉代宫为生活的淫乱也不逊色,皇帝们均在宫中蓄有大批美女宫其淫乐,少则几千人,多则过万。 而魏晋时期,道家宣扬的房中术,为统治者的荒淫与纵语,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到了清王朝,荒淫早已成为一种名正言顺的制度,清代独创翻牌制度,翻到哪个妃嫔的名下,才有可能去承受皇帝的恩责,翻开史书。 在姓氏,上面有怪癖的皇帝太多了,因为他们的变态,让封建帝王的后宫里诞生了丰富的银艳故事,与民间的青楼文化一样。 后宫文化也是中国性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,像目前的幻妻论,洪晃的消费男色,同性party,一夜性爱。 这类性选择,都受到了变态帝王遗风的感染,后宫文化早融入了龙的传人的性意识里了。 荒淫的皇帝,通常有两大好,一是好诗词,二是好女色,好诗词,可以纵情,好女色,可以纵欲。 而这两大好,则足以亡国,中国封建史上大概出过408位大小帝王,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是荒淫之君。 其中有十位皇帝问题最大,最让人恶心。 看看这史上最淫乱的十大帝王的姓史,这些现在大家兴趣很浓的话题,早不新鲜了,老祖宗早就会啊。 十,元顺帝妥欢贴木。 淫乱指数,四颗星。 淫乱之明度,三颗星。 元朝后宫相对安静一些。 但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却是大名鼎鼎的好色之徒。 其被明君给赶到边外。 帝号还是朱元璋加给他的。 元末政权不稳,但顺帝在宫里是一样自情酒色。 并不曾想如何维系元朝政权。 他找来西域的僧人,向其学房中树掩叠而法。 通过学习家实践,其床上功夫果然大增。 后来他的媚婿又给他介绍了会双修法的僧人。 所谓双修,就是性交时的不同姿势和身位的练习。 在今天实在不算什么秘密。 为此,他召入良家女子供自己实习,日日在宫中吟戏作乐。 最让他黄心大悦的是与群臣卸侠,男女裸处一处,君臣不必,光着僻子在一个房间里玩。 既不分姓氏级别,也不讲尊卑掌幼,是名副其实的君臣同乐,成了当时特殊的唤旗,party。 九,五代南汉国君流长。 淫乱指数,四颗星。 淫乱知名度,三颗星。 八,隋阳帝阳广。 淫乱指数,四颗星。 淫乱知名度,四颗星。 明武宗喜欢男童,不少帝王却喜欢恋女童,隋阳帝阳广就是最典型的一个,他强奸了他,老子的老婆不说。 凯广宿未成年的女孩,至于宫中,宫自己淫乱,阳广的荒淫在历代帝王中也是恶名昭著的。 也使记载,他是师父才夺了皇位的。 即位后,他纳了众多美女,三夫人,九嫔,二十七师父,八十一玉妻,共一百二十人。 更让人不齿的是,他还让画师把自己的性交情形给画下来。 玄于宫中心上,至于他多次下扬州的荒唐风流艳势,民间更是广为流传。 杨广时乃史上大银棍之一。 七,青铜至地载唇。 淫乱指数,四颗星。 淫乱知名度,四颗星。 六,汉成帝刘傲。 淫乱指数,四颗星。 淫乱知名度,四颗星。 汉成帝的皇后很有名。 大家可能都知道,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赵飞燕。 赵飞燕还有一个妹妹,叫赵和德。 汉成帝专宠赵氏姐妹,飞燕这体变苏。 和德柔弱无骨,令成帝如痴如醉。 姐妹俩轮流侍寝,还经常三人同床淫乐。 因为这样,后宫如云嘉丽,连成帝的边都靠不上。 飞燕除了善妹术外,还会配置一种祝阳药的春药。 这种药衣服用就上瘾,借也借不掉。 所以,成帝成了历代帝王中最有名的是春药皇帝。 每次与赵氏姐妹上床,都要来一例。 在温柔乡中享受快乐,成帝自甘堕落。 迷恋酒色,不理朝政,为了将淫欲进行到底。 他过量服用春药,最后惊绝而死。 做了风流之鬼,享年四十五岁。 五,明武宗诸后赵。 淫乱指数,五颗星。 淫乱之明度,四颗星。 帝王多荒淫,不少皇帝还是双性恋,及男女通吃,这样的皇帝以宁武宗诸后赵为罪。 诸后赵两岁,就被立为皇太子,可谓少年风流。 这个家伙的荒淫,到了不分档次的地步。 连酒店女郎,寡妇,孕妇都不放过,反武宗车架所到之地,尽是预先掠取良家女。 以被赵姓,有时多达数四十车,有一次把一马姓孕妇都给搞流产了。 诸后赵还喜欢换妻,喜欢嫖娼,在外寻花问柳。 觉得嫖娼不过瘾,就去偷,扮成老百姓出去外面勾引女人。 还真把一个六十岁单姓老头的两个美貌小老婆给弄到了手,为公自己享乐。 诸后赵专设报房,做淫乱之所,房里的大床能睡七八个人,他常与嫔妃寻欢作乐。 但他兴趣,最大的是与男宠相欢,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宾,写一虎仙,钱宁等。 值得一说的是,江宾的老婆也让诸后赵给搞了。 与汉哀地的男宠董贤把自己老婆送给自己的主子不同,江宾是不情愿自己的老婆让诸后赵玩的。 诸后赵变态中的变态是他喜欢太监。 好多时间都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性游戏,集体性交,为此流连往返,乐此不比。 有一次他在外地看上一个男童,竟然将之带入宫烟了,乐极生悲。 诸后赵整天泡在美女们的温柔箱中,年仅三十一岁,就一命呜呼了。 但如果不早死,朱元璋这个丢人后代,还不知又要弄出什么伤风败俗之事呢? 诸后赵让朱元璋丢尽了他那张脸啊。 南朝流宋有名的暴君。 在位期间,种种荒云残暴,匪夷所思,曾在父亲的陵墓上倾倒大奋,把书祖剖腹挖心,挑出眼睛,泡在蜜里做鬼木棕,与亲姐姐私通,把亲姑姑纳入后宫,又与宗室女眷大肆淫乱。 同时,他自以诸杀朝臣,残害宗族,甚至把叔父湘东王刘玉裸体养于坑中,要他从牧草取食,并称呼他为诸王。 最后,他的诸种恶行,终于引来杀身之祸,被他的叔父刘玉,伙同左右亲信杀死。 刘子叶被杀时,才十七岁,仅做了一年皇帝,后被草草埋了,十人岁称他为废帝。 其实,其老子刘骏,孝武帝在位时就知道,儿子有乱伦的猎行,骂了他多次,并多次打算废掉他。 除了乱伦,在宫内也极荒淫,经常让众多嫔妃把衣服脱了,聚在一块宫他享乐,还喜欢玩性游戏,有一宫女不服从,被立刻斩首。 学者们纷纷认为,刘子叶堪称中国封建史上最为人恶心的帝王之一。 二,经费地完颜量。 银乱指数,五颗星。 银乱之名度,五颗星。 谁能成为天下第一银帝,比较起来,这顶桂冠,恐怕要送给海灵王完颜量。 他应该算得上是荒银之首。 一,魏宣公。 银乱指数,五颗星。 银乱之名度,五颗星。 论银乱程度,完颜量恐怕不算天下第一,但谁是天下最早的银帝? 我想,选上春秋时代的魏宣公,应该不存在任何争议的。 魏宣公的淫乱对后世帝王影响甚大。 譬如春秋时期的鲁慧公,就学习魏宣公好榜样,把儿媳妇冲公到了自己的床上。 值得一说的是,关于这部分的秘史,甲之刚的,原来这才是春秋,确实解说得非常详细,比东周列国制还要详细。 而且,还有不少独特的见解。 魏宣公为人淫纵不减,做公子的时候,就与其父魏庄公的妾宜江思通,生下长子公子吉,寄养于民间,登基后淫信不减,因缘配行妃不受宠,就立了公子吉为四子。 公子吉十六岁时,骗了齐熙公的女儿宣江为妻,魏宣公因为听说宣江美貌,就自己迎娶了宣江,霸占媳妇以后,没多久,宣江就为魏宣公生了公子寿和公子硕两个儿子。 魏宣公因为宠爱宣江,就想立公子寿而废公子吉,但因为公子寿和公子吉兄弟情深,就没能公开进行废利之事。 后来,宣江与怀有野心的公子硕设计加害公子吉,计划以出使齐国之名,让公子吉离开都城,然后在半路重金买通盗贼,暗杀公子吉。 结果被公子寿事先发掘,告诉了公子吉,但公子吉却执意要杀身成人,情急无奈之下。 公子寿就以宋别为名社酒席灌醉了公子吉,而自己冒充公子吉,出使齐国。 结果在半路被盗贼暗杀,酒醒后的公子吉急忙赶到亮明了身份,也被盗贼杀害,诗经。 魏丰的成舟就记载了这件事,丧子后的魏宣公精神恍惚,不救就病死了。 作家贾之刚的见解,确实比较独特,新颖,但魏宣公作为银帝之首,银帝之祖师爷,确实无可争议,正因为魏宣公肆无忌惮的宫廷淫乱,才导致国家的衰败,才导致后世帝王的效仿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